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没有特别相似的 包括角色 包括造型 每一个都有区别 像这一次扮演的黑豹妖以及捉妖师又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他身上的使命感让他充满了正义 但同时也充满了纠结和矛盾 尤其是发现了自己的真身的时候 他陷于一种痛苦当中 明明自己没有做过任何的错事 一直都在保护老百姓 但却要被误会 难道身份的组阁真的有那么大吗 他真的无法跟女主在一起吗 让我们去剧中寻找答案 好消息是终于能看到任嘉伦的电视剧了 虽然还没有播出的消息 但是这么顺利拿正过神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接下来如果顺利的话 暑假可能会安排播出 但是鉴于平台上的电视剧竞争激烈 所以我们也只能期待一下 其实任嘉伦的剧基本上拍了就能够播 所以暑假上也并不是没有机会 还有一个坏消息就是任嘉伦目前还并没有新进组的消息 6月份还仍然会沉淀 这也导致很多粉丝们很注急 一方面怕他累住 另一方面有希望他能够赶紧输出好剧 毕竟现在的存货也确实不多 任嘉伦每次古装造型都能够给我不一样的惊喜 而这一次无忧度当中的造型 还有预告也并没有让人失望 任嘉伦在镜头当中的故事感还有氛围感都特别浓 看多了某些镜头 会有一种伤情之感 下面的这个一秒定格的镜头好酷 速度要快 姿势要帅 这才符合一个捉妖式的标准 下面两个镜头当中 悲伤中又弥漫着一种浪漫的气息 当他跟半夏说出那句半夏忘了我 心里应该是满满难过还有说不出口的无奈 以及对女方的不舍吧 尽管如此 他在看女主的时候还是微笑面对 女主走后却流泪不止 他一个人真的承担了太多 所以有人还怪他是一个妖 无忧度目前已经拿到了发行许可证 该剧根据小说半夏改编 讲述了神秘的捉妖师轩艳遇上少女半夏 两个人在人妖的世界共存 共同经历奇幻悬案的故事 大家期待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